您好 谢谢收看 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乌克兰这场仗打的呀 基辅炸了克里米亚大桥 莫斯科用轰炸民用设施的手段报复 炸毁乌克兰的发电厂自来水厂 北溪输气管爆炸 双方是互相指责 乌克兰军队分两路 向赫尔松地区逼近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把普京要动用核武器的威胁 升级到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高度 在自由社会看来 乌克兰战争是普京的战争 但他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犯了错 他高估了俄国武装部队的实力 低估了乌克兰人为自由而战的意志 他没有料到西方政府和企业支持乌克兰的意愿 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普京认为自己做错了 要么是身边的幕僚在忽悠他 要么普京相信自己永远正确 有一点可以肯定 只要普京继续掌权乌克兰战争和平谈判结束 是不可能的了 但俄国统治阶层内部是否按流勇动 要推翻普京结束危机呢 不好说 如果有这股按流的话 背后的推动认知应该是这样 战争是普京一人挑起的 是重大的失误 用常规手段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但要动用核武化武这样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话 对俄罗斯本身就造成安全威胁 俄罗斯的信誉将被打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战争扯掉了俄国的遮羞铺 战争伤害了俄国的经济元气 精英们反对 因为财富缩水 中产阶级反对 因为前途无望 底层民众反对 因为他们的丈夫儿子被送上了战场 一位资深观察家就说 现在普京从强人变成了弱势领袖 在苏共短短的历史中 弱势领袖没有好下场 遭遇政变被罢处是有牵车之鉴 最近就有两位 一位是赫鲁晓夫 一位是戈尔巴乔夫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是1964年被逼下台的 他的儿子赛吉赫鲁晓夫 当时已经是成年的 有写日记的习惯 24年之后 1988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日记 从中可以看到赫鲁晓夫 被罢处下台之前的历史片段 那是站在赫鲁晓夫这个角度 看到的历史片段 1964年赫鲁晓夫70岁 他因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 让苏共大丢面子 从一开始大话说的天花烂坠 到最后撤退收场 让苏共很丢面子 苏共高层就有了要罢处 他要政变的苗头 赫鲁晓夫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苗头 就是从他儿子那儿来的 一位前政治局委员的保镖 给他儿子赛鲁打电话 说这位前政治局委员 还有克格勃的头子 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和两位现任的政治局委员 正在酝酿政变 赫鲁晓夫一开始不相信 但要他儿子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国家主席米高扬 因为米高扬是他的好朋友 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的时候 接到了一通电话 说政治局在莫斯科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他必须参加 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才发觉事情不妙 他这才发现 有一条船在他度假不远的海滩上转悠 警卫人员也比平常的时候多 果然这是一场政变 在政治局会议上 政变领袖指责赫鲁晓夫管理不善 任人为亲做事情没有章法 在会议上 赫鲁晓夫承认自己脾气粗暴 但他并不承认其他的指责 在第二次的政治局会议上 赫鲁晓夫接受了被罢免的命运 苏联官方塔斯社报道说 赫鲁晓夫是因为健康问题 年事已高而退休 虽然是被政变赶下台了 但赫鲁晓夫过得蛮清闲 整天是栽化众潮 1971年去世算是善终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赫鲁晓夫被罢除 也是他自己栽下的种子 是他自己反对斯大林的终身独裁 他在党内搞改革 不搞一言堂 他后来跟米高阳说 他下台这件事本身 说明他的改革是正确的 时间倒推回去的话 谁敢提出让斯大林下台的意见呢 光阴仍然岁月如梭 赫鲁晓夫去世之后 20年1991年8月 苏联再次发生政变 这次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帕乔夫 也是在他黑海度假的时候 通讯被掐断 人也被扣押了起来 发动政变的是苏共保守派 势力克格勃军队 当时华沙公约国都纷纷闹分离 要跟苏联切割关系 保守派担心再这样下去 就是苏联都得解体 所以就发动了政变 他们把坦克开到了莫斯科 占领了电视台 宣布戈尔巴乔夫 因为健康原因辞职 但是苏联老百姓不答应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 走上街头抗议 民主派领军人物叶利青 站在坦克上号召民众抗议 要求继续改革 接下来军人都不再听从命令镇压 政变失败 政变者逃亡 戈尔巴乔夫也回到了莫斯科 但是那个时候的莫斯科 已经不是原来的莫斯科了 是被叶利青控制的莫斯科了 几个月之后 在圣诞节那一天 叶利青宣布苏联结束 俄罗斯御火重生 在辞职演说中 戈尔巴乔夫说他反对苏联解体 也警告说相继独立的前苏联卫星国的前景不乐观 六年之后 叶利青启用了一位年轻人负责国安 这位年轻人就是普京 接下来的故事你应该知道的八九不离时了 普京上台之后就开始了集权过程 撤销了能对他独裁构成威胁的机构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在治安和情报方面也做得很彻底 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属于比较理性的人 但普京就不好说了 如果莫斯科爆发民众示威 他应该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镇压 哪怕要留心 这可不是我在这信口词黄 当普京刚刚加入克格勃的时候 做了一项势力评估 搞情报的人应该都会做这样的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 普京有一个性格缺陷 那就是危险意识比较低 这可是普京自传里透露的内容 这就意味着普京会冒险 冒不合理的风险 举个例子 1989年东德民主派人士抗议 抗议民众准备冲进德雷斯顿的克格勃大楼 当时东德的克格勃打电话给莫斯科求救 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普京就是在那里工作 普京回忆说 他假装自己是一个翻译 走出去劝退咄咄逼人的人群 两位前任遭遇政变 普京都是亲眼所欠 前车之见并不遥远 特别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 普京当时正是克格勃的高官 没准还是政变的参与者 但他自己后来一直强调 政变一开始他就辞职了 当一个强人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压缩成一个弱者的话 其实更危险 尤其是普京这位爱冒险的任务 普京从强人变成弱人 很自然他国际社会就把眼光看向习近平 他也是一位强人 一位跟普京一样 相信强权政府远远好过民主社会 相信全球民主已经进入全面衰退的强人 两位目前都面临危机 还不是经济和军事危机 而是认知高度坍塌的危机 就在不久前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习近平普京是精明无比高瞻远瞩 像国际象棋大师那样玩博弈游戏 而美国欧盟这些民主国家 治理低下只会玩跳起 实际上普京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下错了赌注 直接给俄罗斯经济的心脏给打出一个洞 而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这件事上 看起来动弹不得 搞不清该玩什么样的游戏 他内心想要对抗西方 但头脑却告诉他不能这么做 承受不起后果 所以北京保持中立 终身主席如果就是这个下场 这让我想到了美国开国之父 华盛顿将军 他打下了美国这片江山 把军权交还给国会 他做了两届总统死活不肯连任第三届 华盛顿在权力的巅峰引退 这不是他的软弱 这是他的强势 华盛顿才是真正的强人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by bwd6